上海现在需要的是打气 每一天大家在这个屋子里面 手机上网上过日子 在云端畅游云端抢菜 但是此刻这一份宁静 其实带给我们的是未来的无限 繁华和沸腾 所以在上海有千百万种声音 外滩的钟声 黄浦江的气笛声 外婆的童谣 弄堂里的交谈 地铁里的人流 拥挤街头的躁动 这些现在都要 都暂时跟我们的实际生活 告别了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 并不多见的安静当中 繁忙与奔波 突然被暂停 被放慢 被拉长 在这样的安静当中 我们依然听到千百万种的声音 此刻 请再等一份 安静 等一等 之后 让我们一起 迎接这座城市 重新繁华沸腾 上海 加油 更难熬 更难熬 在这样的安静中 我们依然听到了千百万种声音 我们听到艰难 我的破位呢 是搭在地上 从破影越来越小 非常焦虑 听到哭泣 我希望就回到卡位上面 因为我们的医生太缺了 听到盲目 这回我跟我媳妇都吃了远户 小孩都有父母带着 听到新冠 那个时候就一天是两个小孩 之前上海了 这个疫情少点结束 听到压力之下的责任 我为了谁啊 你们有家 我是有家 不能回啊 听到彼此的理解 与善意 不辛苦 不辛苦 应该的 加油 加油 我们听到重病想吃生日蛋糕的大叔 吃到了蛋糕 我们听到放在楼梯间用来交换的可乐 真的让更多人交换到了自己的需要 我们听到为了这座城市 有人在坚守 有人在坚持 即使不义也遵守规则 过好自己的生活 因为大家都相信 会有一个时刻 这座城市会回到最熟悉的样子 问一声 早上好 早饭是豆浆油条 还是生煎自饭糕 咖啡选美食 还是拿铁 感慨地铁太紧 高价太多 想去的饭店又排着成队 而今天又是不得不加班的 这是一段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媒体的视频 已经在各大公号上面转载 所以此刻我们也能感受到的 不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一种澎湃心情 也感受到来自于全国 全世界关注的目光 和积极的支持 也要感谢所有关心 身处疫区的上海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